我覺得她氣勢好像比較輕鬆 這個跟我們這邊 比較像大使夫人 對啊 對啊 你看 我要幫她遮羊有沒有 對 而且羊傘已經打包了 所以只剩下硬直板 對 有沒有撐喔 因為妳說得沒錯 她是大使夫人 可是許安安是千金 對 許安安比較像大使千金 所以妳應該是跟她一起要離開 她是妳的媽媽 而且 許安安 不錯耶 有 有 而且我來溝通一件事情 就是貴隊的選手 許安安呢 她的臭臉像濕烈 對 可是本隊的選手 她的臭臉就是像是不爽 就是這樣 眼線化妝 就是說哪個混蛋 敢把我的大使館撤銷 而且眼線上差高好處 所以妳今天的老氣 反而是派上用場耶 真的 你看 真的 妳老氣最有是不是 而且妳看她 就是她 虧她妝這麼濃都符合社交禮儀 可是卻沒有再發揮的空間 對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這麼老氣的頭 在這裡也剛剛好 對 而且可能櫃使館 之所以遭到撤銷 就是因為櫃使館的工作人員 她跟人家搞亂預備 沒有嗎 而且妳今天反而有法國 在法國當大使夫人的感覺 我就沒有想到 點點竟然能夠搭配出 還可以忍受的感覺 對 因為陸嘉儀 我剛剛看到她選點點 我覺得完蛋定了 就是點點做大使夫人 我覺得根本就逃不 可是其實我們剛剛啊 在看現場的衣服 都想說完了 沒有任何一件感覺是比較合理一點 霸氣 然後他們又動作都超快 對 完了人家都想到了 對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完蛋 這三個笨蛋完全想不出來 對 然後最後 最後本來我跟榮家討論說 是不是應該要黑西裝配黑褲 但榮家很聰明 他說這樣我們穿人家 一定以為我們是魔術師 對 對 對 後來我就說那不如我們來一個 因為他輸包頭 很像要被人家切成兩塊的那種 魔術女郎 你贏了 我覺得不錯喔 謝謝我的選手 請坐下 好 我現在由凱文來決定 今天凱文已經選好了嗎 佳玟 謝謝 好 生氣一點 好總算真回一分 所以第三分會決勝喔 好 第三個題目 你想好了沒 我有一個 妳有一個嗎 對 好 所以S要告訴我們第三題 那選手也沒得選了嘛 就是妳這邊就是丁曉晴 我這邊就有人家了 好 就是 妳跟妳的姊妹她要約好 然後是假好心跟她說 我們一起去應徵這部電影的女主角去試鏡 然後其實等到她一離開 妳就處心機率的要把她幹掉 這很難吧 妳是說等一下 先釐清 她是去面試 她是去面試的對不對 就譬如說我跟大姨 不要說李安要面試一間圓 然後我跟大姨子約好說 姐我們一起去面試這個女主角 然後就說我希望妳可以演到這部戲 妳那麼棒 妳陪她去面試 就我們兩個約好一起去 可是我覺得說妳一定可以比我強 妳一定會被選上 可是妳心裡面希望妳才就會被李安選中的那個人 然後一回家打扮我就會說 你以為妳會被選上啊 我才是那個真正該當女主角的人 就是她是有戲劇的 朋友會離開 所以這是假好心的意思對不對 對 然後她還是不能夠被她的好朋友 立刻拆穿說 妳就是想要搶我的女主角 可是她要李安導演看中說 就是妳 沒錯 好難喔 好難的節目喔 真的好難喔 對啊 請妳界定一下 她是去面試赤壁裡面的小喬 還是去面試色界裡面的那個 湯圍 色界裡面的湯圍 喔 喔 喔 因為小喬那角色完全沒有任何的挑戰性啊 妳不要 這樣妳聽得出來啊 妳聽不出來啊 妳聽不出來啊 我們要開選衣服囉 1 2 3 停開選 我每次看我們這對人挑衣服都好擔心喔 她們都拿起什麼衣服 欸 一定要贏 最後一題 你身上有辮子 瑪莉 欸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這一堆人都不理我耶 我跟他們一起他們都不聽我的 真的 真的很過分耶 因為妳拿那個兔子要幹嘛 妳拿那個我也不會理妳啊 妳是要睡了還是什麼 不是嘛 妳是在那邊面試耶 但我們真的都不懂啊 出來可以不用跟我們打招呼 免得我們也尷尬了 我非常很累 對